历时三年 台湾第二艘 海事教育实习船 命名为御风 新船御风预计明年暑假 交船服役 台湾各级海事学校学生 都可以登上船舰实习 首航预计会航向日本 过去唯一的实习船 御英二号 服役将满三十年 训练规格远远落后 STCW国际标准 二十几年前 是没有这样的一些规范 现在我们这一艘船 依照国际公约的规定 它的船体也大很多 设备也都是最新 符合我们国际的一个需求 即将接替的新船御风 重达六千吨 搭载人数升级三倍 达250人 造价16.5亿元 虽然我们国内 启动了国舰国造 虽然我们的航运业 目前是这么的发达 但是因为我们缺乏产业链 建造这个船舶的过程当中 我们所要花费的成本 寻求人力的资源 都显得非常的困难 船运的产业 对国力的发展 对经济的发展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海洋航空领域都求财若渴 新一代教育实习船 接棒坐学生们的海事摇篮 遇风前行 台湾海洋人才将航向全世界 大安新闻文艺轩 陈立伟高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